这个台风现在来的已经又急又快 而且过了山以后 南部已经开始起风 今天最大的阵风出现在台东和南以 都是17级 这是过去很多年没有出现过的最大阵风 这个台风的最大阵风也只有17级 所以它过了山以后 仍然寒是非常强 目前台风的近中心风力 寒是每秒53公尺 也依然是一个强烈台风 有16级的恒长风 有17级的阵风 一点都没有减弱 可见的大午山对它没有太大的影响 目前台风已经过了山 所以在南部地区 西南部地区 已经开始下起间歇性的大雨 局部地区的雨势开始逐渐增强 而且风力也开始出现了 主要出现的是西南风 我们现在看一看七点钟的时候 它的位置在哪里 七点钟的时候台风已经到了这个位置 它未来的话还要往这边走 那目前的位置大概在我点的这个位置上 所以在南部就已经出现下雨 出现强风的状况 当然风力还会增强 因为到现在为止 这个台风并没有减弱的太快 我们看一看 我们下一张图 我们看一看这个台风带来的雨量 以及它的结构 在现在台风的中心位置 大概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边的雨还很多 这边的雨已经开始起来了 另外就是北部有一点点在下雨 北部也出现了一些强的阵风 像台北像板桥都出现六到七级的阵风 那么像新竹都已经出现七级的阵风了 但是这些阵风还会再稍微增强一点 不会增强到太多 下雨也稍微会再增强一点 也不会太大 主要的雨还是下在台风周围这个地方 当台风过了以后 到了这边的时候 完全吹的都是西南风 那这些地区的雨相对的就非常非常的大 目前这个台风 它是进来以后往这边走的情况之下 所以对中部地区来讲 并没有太多的风雨给它 当然也会下一些雨 也会有些风 相对的就没有那么大 对北部来讲的话 雨大概像现在这个样子 已经算是不错的雨了 对东部来讲的话 雨还会持续下下去 尤其是花东地区的雨量 会持续地往下下 我们就看一看 目前雨量的累积状况 最多的雨量当然是在花东地区 它最大的雨量 已经高达350几毫米雨量 而且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到了300毫米雨量 可见的这个台风的威力是非常的强 而且是寒在持续的下 因为台风到了这些地区 这里已经开始有雨出来了 这边开始吹西南风 这边老过来的东南风 会让这个地方的雨持续下 这边的雨也会再增加一点 因为它的风向是吹到这样子来 整个围到台风这样转一圈的话 那比较好的地区 当然中部地区 南部地区就是西南风带上来 它的雨水相对的就下在这个区块 就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看一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域的雨 今天就会下的很多 而且会一直持续到明天凌晨的两点 这个地区都含在下雨 我们就看一看台风的结构 这张图非常重要 它一个告诉我们台风的中心的风力 另外一个它可以靠着我们台风的结构 你可以看到台风的结构非常完整 而且完全没有受到地形的破坏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 它最大的阵风是145海里 这是美军所做的一个阵风 所观测到的风力 那也就是高于我们讲的每秒53公尺 我们53公尺才106海里 这个是145海里 可见的这个台风是非常的强 另外值得注意的 这个台风有几个大的雨量 一个是这个区域的雨量非常的大 另外一个是这个区域的雨量非常大 所以这两个区域在登陆的时候 都已经在这里造成雨量 另外以后 登陆以后 在后面就是这个雨量 会跑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我们讲南部的雨量才开始 而且到明天为止 这个雨量会持续地往下下 我们看一张这张图 这张图是雨量的实际观测状况 我们就看一下一张这个 整个气流的状况 看看气流再往这里流 然后气流再往这里流 所以这些地区没有下雨 这些地区天气都很好 这个地区就开始下去雨来了 越来下雨的状况越明显 南部的雨一直存在 台风出去以后 这个地方的雨还是存在 下雨的时间长 当然下的雨就多 今天南部的雨量 按照中央气象局给它的雨量 大概是900毫米 东部的雨量到900毫米 东北部大概只有400到500毫米 那么北部的雨量 大概在300到400毫米雨量 我们看看这个雨量的分布状况 当然花东地区是最多 可以到达900毫米 尤其是高频地区 24小时是600毫米 到整个总雨量加起来有900毫米 900毫米的雨量就相对蛮大了 我们看一下风的状况 整个风的吹的状况 就是花莲的风会慢慢减到14级 那么台东的风也会转到14级 但是嘉义台南高雄这些地区的风 都已经升到了10级 这是到中午之前 然后还很快地会再往上升 目前高雄已经是阵风高达11级了 而且未来会到12级 11 12级的阵风都相对的蛮强的 你的伞绝对撑不开 这些地区未来这段时间 好雨马上就要进到这个地区 所以我一再特别提起高频地区 台南地区要特别注意 这次带风带来的总雨量 带来的大雨量 以上气象谢谢您收看